作词曲 李宗盛 1月19号罗志祥出席澳海城举行的抱抱罗志祥签唱会 300歌迷排队所签名 而前50名歌迷更可跟小猪亲密抱抱 日前因为粉丝们的疯狂行为而受伤的小猪也无丝毫介意 并表示大家都是无心的 那电视只是个意外 感觉很开心啊 因为每一次来香港办签名会 都有很多的歌迷 然后来现场支持我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也很感动 那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衣食不母 所以我都会用行动人来回馈给他们 谈自己的厨艺 小猪孝说自己在家时 也会做个蛋炒饭煮水饺之类的 以前的女朋友也享受过她的显味仪 不过是边吃边流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吃呢 下厨过在家自己做那个蛋炒饭 还有水饺 还有水饺 猴腮流 有煮过一次给女朋友吃过 蛋炒饭 很好吃哦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骗我的啊 因为她一边吃一边哭 好好吃哦 有记者问到她最近传出的绯闻 她表示无所谓 绯闻毕竟是绯闻 她还笑颜只要不是丑闻就行了 一个新闻出来是因为媒体的一个做法 然后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绯闻啊 但是我觉得绯闻无所谓啊 只要不是丑闻就好了 丑闻对艺人来讲形象就会很大的受损啊 那绯闻OK的 因为我没有结婚啊 也没有女朋友 所以OK的 谢谢